他们一生气一跺脚 群里面就是如果是自然的一个野生的一些大象的话 就是他们那些部落大象其实都能感受到 而且也知道就是一种沟通方式吧 他的脚底的脂肪啊 它是一种扩阴脂肪 它这边跺脚 当然有远方 它那是同伴还是朋友啊 它都能感受得到 它的距离很远 大概距离就是可以达到30多钟 我看过一个记录天 大象是对低频非常敏感 是一种突破低频就是感知声音的 对对对 包括它发出那个自己那个吼叫那个声音 也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 它一般发出声音这一块也发出那么刺声波 咱们感觉 刺声波咱们感觉不到 咱们听不到 对 所以动物很有魅力很神奇 然后其实动物也很友好 但关键要看你怎么对待它 是 我们老说动物都是有感情的 也有些高智障动物甚至有人类似的那样的思维 像大象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如此亲近它第一次见面对你多友好 是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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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吧 是吧